检调持续侦办进口弹的弊案 大动作缤纷十六路搜索 不止农业部超司跟亮采两家业者 总共传唤了八名被告 经过漏夜的复讯 超司负责人秦宇乔以两百万重金交保 而亮采的负责人林一龙 也以一百万元交保 而检方发现了亮采生计 本业是做美容的 而超司其实是间五十万资本额的一人公司 中央续产会竟然跟他们签约 怀疑这其中过程是大有问题要查个清楚 澄清一下 既然那么不想被拍的话 有什么好澄清的 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冒言拉低全身包紧紧 超司负责人秦宇乔看到大批媒体采访 似乎很不高兴 一路躲着镜头走进地检署 不只有超司还有亮采生计 公司负责人林一龙一昂列被告 检方侦办进口弹弊案 大动作缤纷十四路搜索 连时任中央续产会前执行长 现任农业部副司长陈忠欣 都因为涉嫌土利罪遭到约谈 整起案件源于前年蛋荒 续产会向日本进口鸡蛋 却离谱找上亮采生计公司签约合作 亮采本业是美容从没做过进口生意 专恩进口5批次 540万多颗蛋后不做了 改由资本额才50万亿人经营的超司公司接手 甚至被指控光手续费 他们就净赚高达3800多万元 果然被查出采购过程有问题 监察员发现农业部不但有五项为师提出纠正 并含请司法单位查处 三名官员五名业者遭检方传唤道案列被告 复讯后超司秦宇桥200万元交报 亮采林一龙100万元交报 续产会的专员及亮采员工 分别以50万和30万元交报 而程中心还有时任续产会家庭组长 加上有天后御用整形名移称号的亮采生计法人代表 王朝辉及另一名业者四人无保请回 就怕有更多人涉案检调要继续追 把弊案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记得超会办法王家讲目以台北报道